车辆直直往前开 结果前面的车子停了下来打左转灯 才发现这里是左转和直行共用的车道 前面的车子都在等左转灯 要执行的车辆只好打右转灯 插空隙变换车道很危险 对会 就是有时候那个路口比较短的时候 就会来不及的去变换车道去执行 现在左转弯车道如果有另外再做出来的话 就会比较不会去跟直行的车辆去冲突 然后让直行车道会变得奇怪 为什么会跟我当初之前走的车道的直行方向不同 就会有右转要转到直行车道 然后就造成跟原有的直行车道造成堵塞的现象 这种状况在高雄市的名城路和自由路口就时常发生 高雄市公务局最近就在名城路口进行施工 先将一个车道封闭打除之后 再把安全道往右偏移 开辟出一条左转专用车道 让要左转进入自由路的车辆在断转时 就不会挡到后面的直行车辆 所以我们这一个路口就采用了偏心设计的方式 增加一个专属的左转车道出来 然后让车子执行来这边之后 如果你是要左转的话 就会可以走到左转车道去 专属一个左转车道出来的话 大概容纳七八辆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如果经过这里如果开车的话 其实很容易因为左转 然后就卡在那里 反而觉得交通好像更不顺利 对啊如果新增一个左转车道的话 我想应该有助于改善那个问题 目前公务局先进行施座名城路 东侧的安全岛拼移工程 之后再进行西侧的工程 工期预计一个月 施工期间封闭道路 请用路人减速慢行 这两个路口目前我们先做东侧的部分 然后长路大约是45公尺 然后做完之后再转转去做西侧 那西侧长度也差不多42公尺左右 然后恭喜我们目前规划是大概30天以内会把它完成 路况不熟的他可能突然 发现要左转的他才会打左转灯这样子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灯号都就是知道要左转的或右转的就打灯号这样子 车辆执行难免也要左转或右转事先打方向灯或转入待转的车道 而是情况挤出一个转弯车道就更好了 不会挡到后面的车辆 不同方向的车辆各行其道 减少车流交织而发生车祸的几率 记者来长帮高雄报道